想必大家一定还记得,当年跳水皇后郭晶晶嫁入香港四大豪门之一的霍家榜 这场婚礼名仰海外,霍家动用了一排清一色的劳斯莱斯车队迎娶郭晶晶 该婚车车队总价值超过一个亿 从此,郭晶晶变成为霍家的儿媳妇了 郭晶晶十分尊重老人,喊霍启刚父亲霍振廷爸爸 其实郭晶晶对霍振廷早就认识了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上,郭晶晶获得了跳水冠军 为他颁奖的正是霍振廷 这也是为后来郭晶晶嫁入霍家做普遍 当年霍振廷的父亲霍英东国际影响力较大 为申请北京奥运会做出巨大贡献 所以霍振廷才能够得此机会为多晶晶颁奖 霍家实力如此雄厚,影响力又如此非凡 那么霍家的座驾是什么呢 先看这辆老款的劳斯莱斯吧 从造型上就比较历史悠久了 俗不知这辆车为世界各地的大人物服务过 从霍英东入手之后 到如今,这辆车接待过400余名大人物 就连伊丽莎白二世都曾坐过 当时霍英东入手这辆车时 这辆车是全国最豪华的车 目前收藏价值难以估计 老款的劳斯莱斯一般用来接待贵人 而霍振亭还有一辆日常出行的劳斯莱斯 据悉,当时郭晶晶生孩子时 霍振亭曾开着辆车去医院探望 就停在郭晶晶住院的医院门口 十分霸气 虽然霍英东有多辆劳斯莱斯 但他最自豪的坐驾还是那两辆奔驰 究竟为何呢 这是一辆奔驰S65 AMG 还是顶配的 市场价300多万元 虽然价格比不上劳斯莱斯 但这辆车的车牌才是重点 Avincit这一串英文的意思是奥林匹克 霍振亭能够有这样的车牌 还得益于他父亲当年的贡献 以及他自己的贡献 这辆奔驰S600 Pullman 是骨头奔的衍生车型 比肩麦巴赫 是一款家常版的顶级奔驰 内饰拥有全球最为鲜味舒适的座椅 彰显奢华 该车价值高达800万 或震停出行大型场合 都会选择这辆车 一方面能够撑场面 另一方面该车的车牌也是Olympic 意思是奥林匹克亦克 这样的车牌简直让数万万中国人敬仰 霍振亭如此霸气 影响力如此广 郭晶晶能够有这样的爸爸 也真是幸福 你们有不同的看法吗